大家好,我是弗拉夫,今年26岁,我来自俄罗斯 大家好,我叫瑞拉,今年51岁,我是汉语澳大利亚人,我们是夫妻 哇,你们夫妻哪年龄差挺多的啊? 是 是吧? 我觉得你们好多故事,不知道从哪儿问题 你看,都不是中国人,都说普通话 然后是两口子,年龄还差挺多 二十六五十,一唱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 那你要跟他妈妈差不多大了吗? 他小五岁 五岁,小五岁 谁比谁小五岁? 我妈妈就比老婆小五岁 您的母亲比老婆还小五岁 是 那你当时有心里一咯噔吗? 很真击感 很真击 我没想到 就讲讲吧,怎么认识的呀 在北京年发现,当时就是同一个学校嘛 我这通桌的那个同学,是远南人 然后那个男孩子跟我每天说,你看那美女多漂亮啊 然后到了下个学期,我那个朋友回国了 然后下个学期,我发现我们是同一个班 坐在后面看着他,那时候就喜欢上了 就有了那种感觉 那怎么追? 就我们学校一个咖啡厅 他一下课就去那个咖啡厅 从中午到晚上一直在那里 学习吗? 对对对,还是一直学习 就是那种学霸,对 跟他坐在一起说,哎,我能不能坐在你旁边 学习啊 靠近乎 对对对,然后慢慢的这样 请他吃饭啊 那什么时候表白的? 真正说你能做我女朋友吗? 他的生日吧 给他买了一百零一朵玫瑰花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 那时候骗我了 骗你 骗你什么? 他说 就那个一百零一朵玫瑰花 我放了一朵假花 哎 啊,假花什么什么情况? 你讲啊 你讲讲 你们俩好甜蜜 我觉得 我的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你这一百零一朵玫瑰花 如果这玫瑰花 要谢了 对对对 那就我的爱也就 就不爱你了 不爱我了 什么意思啊 对啊 就是 那就爱我一个星期就走吗 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 两三天以后发现了 因为这个这么多花 慢慢慢慢写嘛 嗯 奇怪 中间有一个很漂亮 看了一下 房间的花 哈哈 永不凋谢 假的就是塑料的那种 那肯定是一直爱你啊 就这个意思啊 哎呀,还挺浪漫的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